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6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四个录播的节目 来谈谈最新的消息 刚才看到中央社的一篇报道 讲到美国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席 率团访问台湾 你看蔡英文刚回去 麦卡锡见他 带领是17个 议员 这一场外交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震惊了整个世界 中共非常恼火 这还没完呢 你看今天中央社已经报道了新的消息了 又来了 台湾现在真是德不顾必有灵 蔡英文每天是非常忙乱 这篇文章讲 纵远外委会主席麦卡尔 今天率谈访问台湾 他下机事件下飞机的时候 向媒体表示 访团在台湾面临中国威胁之界前来 就是要向中共传递美国支持台湾的信息 什么他怎么讲呢 如果中共想侵略台湾 最好三四后行 这话讲得很重啊 警告中共啊 他说迈卡尔今天率七名跨党派的众议员 这都是众议员 跨党派的 共和党民主党都有 一起来到台湾 展开时间是长达三天的访问 将近见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拜会立法院院长游锡坤 讨讨论什么呢 讨论就是台美重要的议题 合作的议题 也就是这次 麦瓦西和这个蔡英文前面 还没谈完 要落实 麦卡尔今天下飞机以后 在停机评 接受记者采访 说蔡英文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前 多位美国议员 收到来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警告 被问到访团此行是否遭中国口吓 就麦卡尔坦言 大家多少都收到那些威胁和这历史信息 但成员不会这个退缩呀 根本中共警告一点用处没有 不但人家没有害怕 反倒人家更想来 麦卡尔强调中国魔刀活活 凸显了访团此行的壮意 他将和蔡英文讨论什么呢 军兽 这是很敏感的问题 这次来谈军兽 那么包括台湾需要哪些武器设计 如何准时交运 以及目前在台湾是否具有足够的恐吓阻力 能否阻止中国威权的扩张也行啊 这个昨天是中共国是 不是派出了这个航母了 是吧 山东舰 来修了一修 我现在看到台湾电视台在报道啊 这个中国的山东舰来了之后呢 这个台湾的新竹舰到附近去观察 还发了一张照片啊 照片比较模糊 其实这是降机版的 它有个真正清晰版的 它就交给那些情报部门 它不可能拿出来做宣传啊 而且台湾出了飞机 F16飞机也能看到 就让人看光光啊 台湾电视台在调侃这事儿 所以中共这个山东舰就是表演的 出来干嘛也打不了人家啊 走一圈就是为了给国内的那个电视台拍照 大白宣的 国内老百姓不懂啊 你看啊 这个麦卡锡接了蔡英文了 咱们现在示威 你看咱们自己那个实力都修后啊 这个航母来了啊 美国感到害怕 其实根本不会不是那么回事啊 与此同时 美国的这个航母也去了啊 待会讲美国这个啊 现在我们看到回到中央社这篇文章 他说呢 被问到是否支持美国在台海开战时出兵保卫台湾 这回麦卡尔讲得更明确 他说这部分是依据台湾关系法的规范 依照该法 美国可以提供台湾自我防御的武器 至于其他部分 最终必须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昨天17个议员见他 那就是人民的推动啊 但他从神必定会 蔡总统讨论军售议题 麦卡尔今天到8号 说一谈访问 呃成员都有谁呢 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英玉 该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叫贝拉 联邦众议院谢尔啊 众议院共和党副党员叫瑞森少尔 还有迪恩还有劳勒默兰等 全团共8位议员 全团共8位议员啊 这是今天一个最新的很大的消息 那么看看这个昨天啊 也就是关于一个中共的航母和美国航母啊 一起啊 出来啊 作秀的这个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的啊 叫兵凶战委 中国航母使进台湾 回应蔡英文见美议长 美航母不示弱前往戒备啊 这篇文章讲他说 呃 蔡英文如预期过境美国加州和这个麦卡锡见面 中国政府啊 多个部门 事后接点讲出纵话 就是大嘴号吧 是吧 扬言要做出有力的回应 解放军这个山东镇 已经呃 陷中了台湾东部近海啊 在这之前是海警船巡视啊 中北方巡视啊 在台湾 这回呢 来 表示什么呢 坚决汉卫国家主权 你韩国主权 他也不敢打 是吧 不像外界 预期呢 要打台湾 我看很多有了自媒体在那忽悠 我要打什么呀 实实忽悠啊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尼米斯号航母 也来到东部海域戒备 美国会议会一位资深议员讲啊 我们要不惜一些代价 遏制侵略 看来美国做好大的准备 说是蔡英文周三 4月5号 和麦卡锡在洛杉矶近郊啊 就里根突然见面 当天呢 中国的海军就排出航空 航母三东舰编队 穿越了菲律宾 与台湾之间巴士海峡 进入台湾东南海域 展现什么呢 西太平洋的所谓航训 他为什么不在别的世界航训 这个时间 他就针对这次蔡 卖会 卖会 星期四 说中国任何多个部门同时发表声明 谴责蔡英文过境美国 与美国国会领导人见面 外交部呢 讲了一番说辞 我不许重复了 媒体都已经昨天做了很多报道 这表明 现在这个时候 的确是台湾呢 这个是 这一场会见 是台湾 推向了兵凶战委的险境 所以台湾这方面非常的警惕 今天我刚讲到了 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 新竹舰靠近山东舰了 而且还有F16战机做了拍照 发现中国航母山东舰 上面好像有伤痕 遍体鳞伤 他拍张照片 画了个图 画了个圈 总结露了很多 给人感觉好像是曾经发生过事故 这次没报道而已 他这个舰呢 也就是表演 并不能真正的打仗 要打仗的话恐怕不行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这个邱国正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 周四在立法院英勋时 表示 山东舰目前位于台湾最南端 叫俄兰 俄兰比东方 约200海里出 这是山东舰首次出南海 军方判定这个位置为训练的一环 而航舰的航训内容 不外乎就是飞机起降 目前还没有发觉飞机起降的迹象 就他前传来了这个航母最重要是舰载机 是吧 舰载机上面那个飞机能不能起飞 能不能作战 然后美国的航母就厉害 美国航母就可以 在一个中等中小的国家的几天就给它灭掉了 中共这个它没什么战斗力 你看它来了之后 没看到有飞机起降 它就来走一圈 其实我认为它就是为了给国内拍照的 国内老百姓看的 不是针对什么国际社会 邱国正讲的 不排除山东舰出现的位置是在为军演做准备 说不过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母也在台湾东 离台湾大约就400海里 这就相当近了 对吧 他说尼米茨号不能说是为了山东舰过来 但这个姿态摆出就是算赢了 他说日本防卫生表示日本也着急 日本一看都连在一起 日本防卫生说日本一艘战舰正在不远处观察山东舰的举动 注意到山东舰编队目前包括三艘军舰 它一般航母一出现它都不是一单个出来 它又有护卫舰还有补给舰 有的时候底下有潜舰 它都是一个团队出来一般情况下 这是美国的 说美国尼米茨航母舰目前 采与日本韩国海军在韩国南部激州岛附近 国际水域举行了反潜联合演习 完了朝鲜不停升起北韩 也搞核导弹核威胁吧 为了对付朝鲜频繁的军事挑衅 本周二演习结束后 密子号即一路向南航行 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 周三在记者会上说 美国持续监控台湾周遭的动态 也体察到了 卷查到了山东舰接近台湾 不过呢 该舰活动范围外国际水域 也能属立行的海巡行动 目前没有观察到异常情况 他走得很远离台湾 辛格讲说中国没有理由 对蔡英文的过境做出过度的反应 并将做 并把这个当成区略的借口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仍然进入磐石 并始终确保拥有 维持该地区和平的能力和资源 为什么我纵使美国持续 美国持续代表美国政府 他的报道还是很有分寸的 他这篇文章最后说 除了基础军事威胁 中国福建海事局周三 也宣布启动三天 这以前我讲到台湾海峡 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 他这个根本不是为了打仗 要显示一种和平 这就说明什么 他这一次的报复行为 超出的声音声音很大 但实际上的动作远远不如 就是佩洛西上一次来 中共做出的反应 唯一真正打起来的 就是在洛杉矶小粉红 支持中共的花钱 一个人一天给400美元的 雇了一些大马 说和这些支持蔡英文的 还有些民运的人 在那个地方发生肢体冲突 这个非常丢人 在美国的土地上 这个示威就老老实实站在县里 喊口号 和平民主飞暴的方式 你都是打仗人 可以抓你派行 是不是 这个发生冲突了 就非常有意思 这篇文章讲啊 他针对两岸直航的货船 施工作业实施的现场检查 就这个三天啊 就是这个海警 海事局的 他这方面 以前这个工作是由这个 习近平的嫡系刘思贵管 刘思贵退休了哈 这个台湾陆委会 负责中方的作为 蓄意升高两岸紧张台湿 影响区域和平稳定 明显违反两岸呢 海蝎协作和海事惯用的惯例 也表明强烈不满及严正的抗议啊 现在是美国之音这篇文章 大概讲究这个意思哈 那么今天还有一题报道 就是讲这个 刚刚看到了 就是麦卡锡和财文会面就是 推特上反应这个非常这个强烈啊 那么其中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不去重复了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 再来看看另一个议题啊 也就是人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就是这个 这个 龚立啊 今天有新消息了啊 你看 著名的影星啊 当年是红极一时的龚立 他后来 嫁这个 法国一个男士了啊 说是今天港媒报道的 龚立和老公米歇尔 那叫 亚尔啊 竟然乘坐飞机围来北京 要叹琴了 还要一时间引起很多人的微观和热议 尤其什么呢 这次龚立和老公乘坐的飞机 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传记 他们成马公众专记回来了啊 说今天网友们点赞 龚立真的很有排场 题目叫超有份 这是万维微网片的啊 说龚立夫妇成法国总统专记回娘家 给大家看这网上截图 但是我认为啊 他这件帽子讲了半天 他最近关键的问题 海外的一些评论员是没有看出来 我要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 说当天龚立和老公一起下了飞机了 龚立披着淡黄色的毛衣 戴着墨镜 十分优雅 十分有范儿 而且 让这个米歇尔啊 就是他这个老公 雅尔全程扮着行李 两个超大的行李箱 他这个老公就坑子坑子扮着 你老公不都干这个事了 是不是 这太太嘛 两个超大的行李 结果她的老公像助理一样 果然是超级宠儿 宠妻 说当年 网友们也在点赞 74岁的龚立 龚立74岁了 我的天啊 那么快 他老公吧 谁我讲错了 说龚立老公74岁 他嫁给了一个大男人 在妻子面前 身世十足 你看网友 看到这个 马克龙来了以后 竟然把龚立夫妇带回来了 这个箭头指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让人看破了 他们两个走下来 说是 据悉这次龚立和老公来到北京 要多停几天 并且很可能会和马克龙一起参加 宗法外交婉宴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厉害 特别厉害呢 所以说龚立可不是一般的明星了 难怪人家龚立曾经说自己不是明星 不是把自己看成明星 自己不希望这样称呼 你看这里还有更近的图 他老公就这个样子 你看这是他老公 长的也是挺年纪很大的 反正是嫁个老外 反正面子好一点 好听一点 是不是啊 说在外国人眼里 这些龚立不仅是伴奏大师米歇尔压尔的妻子 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艺术家 这一次龚立和老公成做法国总统专辑回娘家 排场真厉害 诗问娱乐圈有哪个意义有如此的殊荣 这张图巾给大家看看这个巾 你看看这是他老公就这个样子 就长得这样 这个法国的老外伴 是不是啊 说龚立和老公是十分恩爱的夫妻 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模范 丈夫夫妻 虽然他们在19年才低调结婚 但目前感情特别的浑深厚 形影不离 龚立多次回国都带着老公 可见两个人感情成都 他表面做的 回家吵架 打起仗了还让你知道 你现在那些夫妻不都是装的甜 回家以后 动不动就翻脸了 是吧 吵成一团 是吧 如今龚立已经57岁了 龚立57岁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还很好 尤其是脸部的皮肤很紧致很白皙 而且身材也是丰满等等 似乎和20年以前 年前一样 所以龚立才是真正的动力女神 在保养方面 龚立是分享自己的秘技 就是要好好运动 保持充足的睡眠 但是依我看 他有张照片就拍了他的脚 你看他脚就知道 还是上了年龄 年纪不饶人 这我不详细讲了 我要讲的什么 大家没看到最重要的细节 大家想前几天发生什么事 红杜拉斯谁给摆平的 彭丹 彭丹是谁演员 通过这个细节 你可以看一下 谁在主持帮助习近平搞外交 彭丹丹在帮助搞外交 终于现在这个事儿透露最重要的秘密 是吧 咱们没有什么个人的什么爆料 一手材料 我要告诉你 习近平现在到了统治的末期 他现在随着怀疑 疑心特别松 和猫洞晚年一样 那么他现在很重要的助手就是彭丹丹 彭丹丹呢 你想想彭丹丹和龚丽的关系都不错的 彭丹丹在娱乐圈里混了多少年 他在娱乐圈混那段时间 是一个人员比较好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很可能 彭丹丹现在主管什么 就习近平比较外交的活动 打通这些关系 有些人就倒在彭 彭办这个系统 这条线上 现在还未有自密提讲 彭办运作好几年 现在势力越来越大 招了很多人 他不有个秘书吗 有个秘书就是 这个王宗林的女儿 就是现在湖北书记王宗林的女儿 那么彭丹这个事很可能啊 不像外界讲的 外界说是彭丹是什么 习近平的什么 和习近平有一腿 反正是有流传 这很难讲了 但他陪过习近平曾经外访过 那没有可能 也就是习近平只吸引彭丹丹 现在彭丹丹帮助他拖一些人 大外选 做国际关系这方面的一些事 比如说彭丹 他经常他们这些演员 彭丹丹不可能不交集现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可能每天都在交集 饭局都请一些人来 他请这个人只能是娱乐圈的 比如说龚丽啊 谁啊 龚丽当然现在在法国 他如果回国的话 他肯定彭丹丹在见他 见完以后 可能就通过他们这些关系 来摆平 这些马克龙啊 轰斗拉斯的总统这些关系 因为这些人好拉关系 因为他你有这个脸儿 有这个知名度 你别人打电话 你人家总统服务打脸 你要这些人上去一护又一看 这个人都是这样 爱美自欺人皆有此 再一个是慕名而来 对吧 名声大 他决定有身份的 容易协调 所以这个我认为啊 这个习近平现在看来 这个重要助手是彭丽丹 彭丽的权力是如日中天的 开始逐步走向政治舞台了是吧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猜测啊 所以他这一次回来以后 他是否介入了这个 就是这个 这件事情 你要观察什么 过几天他这个晚夜 晚夜我会他肯定参加 他能坐他的飞机 马克龙的飞机 这个不是一般的关系 对不对 他就跟马克龙身边这种 都搞得熟的不得了 经常在一起 这个喝点小酒 吹牛鞋 是吧 扯扯这个闲片 互相之间 协调一些关系 你想见谁 你想找哪一个人 你看他这个线 应该讲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他本人认为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很大的功夫都在搞外交 因为他知道在国际舞台上 这三年他成了灾难以后 他没怎么出来 然后呢 他需要什么 这个按照他的想象 就是他成为 以他为老大 都围着他转 对不对 就是说 既要避免战争 谁都不愿打仗 对不对 只有这个冷战才有利于他 他就可以把儿子扶持上来 你看今天刚刚看到新华社最新消息 不仅马克龙 习近平见了 所以封德莱恩 也就是封德莱恩 真的和马克龙是联媚来访 你看 刚刚新华社报道的消息 说是这个 4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封德莱恩 这是一个女性 她是很有魅力的 也影响力很大 其中讲这些话 我都忽略了 也有讲这件事 他这里面讲到什么 就是王毅清刚等参加会 那就是王毅清刚彭女儿 他们这条线在玩这个外交 我看说不定他女儿 习明他女儿也 习明泽也参与了 这个就比较符合情理了 那么他这个通过建这个封德莱恩 他想从中华的角度来讲 想恢复什么就是这个协调啊 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来做生意 对不对 那马克龙和冯德莱恩 怎么想法怎么想 借这个生意这个机会 来劝习近平就是不要倒向俄罗斯 避免避免战争 那么这个拜登呢 拜登肯定打电话给马克龙 老妈呀 就靠你去跑了哈 因为我给习近平见面 还得有些不太方便 现在是不是啊 你肯定是这样了哈 我估计他是双方都不考虑 但他两个能谈到什么程度 就习近平能做多大的妥协 习近平这个也是 我相信他也在想该怎么办 下一步是不是 肯定他是不想打仗 要打仗他就输了是吧 他要想打仗他就不可能 这个三中间来了以后 在这晃一晃一 那个舰载机都不起飞是吧 这就证明他他不敢打 他知道美国厉害 他现在还是想什么呢 就是忽悠 忽悠国内老百姓 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 宿情政敌 厌长什么就是这个冷战的时期 拉长了以后十年八年 他想慢慢的把他这个芯片发展 自敌生发展起来 更重要什么呢 把他儿子给扶持上来 至于经济不好 他不害怕 抓这民营企业家就行 我认为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 疯狂发广另一篇文章 讲了什么 悉民上台后 中俄共享网络审查策略 这是刚刚发表的鼓励写的 泄露的文件显示 早在习近平和普京 宣布无上线伙伴关系 及克里姆林公入群乌克兰后 发起广泛审查运动之前的多年 北京和莫斯科已经开始分享了 监控异议人士和控制互联网的方法和策略 也就是说他和俄罗斯两个联手 现在第一步就搞这套名堂 都是一样 你在国内镇压批评我的人 我也在国内镇压批评我的人 是吧 他俩一样 美国的国会自由欧洲电台 发表消息 2017年到2019年 中国网信办的官员和俄罗斯政府的 网管机构之间的闭门会议的文件和录音显示 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 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从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 在2013年首次访问俄罗斯以来 控制网上信息一直是中俄合作的焦点 在随后的几年里 在严控互联网的共同意愿的驱动下 中俄高官通过一次协议和高级别的会议 扩大这种合作 在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还透露到俄罗斯官员在一系列问题上 向中国同行学习如何破坏 虚拟专用网 他以后再搞下去 可能要开战 他就变成了 就开始封网了 他就自己自娱自乐了 他不可能和国际社会联系 联系他把战况及时告出去 他撒谎嘛有人给他戳船 他还怕 咬乱军心 他就讲到寻找什么破解加密的互联网数据的方法 说中国官员学习俄罗斯在 监管媒体和处理民众意义方面的专业支持 此外在19年此会议上 中国网信办呢 还要求俄罗斯通信监管局 屏蔽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和采访连结等等 他现在也在这方面两个部门合作 在2017年7月 俄罗斯网管部门负责人扎罗夫要求时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任谢良遂领的中国代表 他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问中国 在那里他们可以研究金顿工程的运作情况 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互联网审查和监管系统 有助于构成俗称的中国防火墙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是马斯克他能发的卫星更多 真正是形成一个链条 将来人手一起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 中共突破不了的话 比如说西藏的老农民也能在西藏拿手机就能看 包括我们这样youtube网站的消息 写一瓶证券一夜间就完了 就崩盘了 是不是 他就在靠骗 俄罗斯调查记者的轰网 艺术的记者自己作者安德烈 他说虽然没有定论 但这要求突破了俄罗斯是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 试图仿效中国对其人民进行控制 思想进行控制 索尔达托弗告诉自由欧洲电台 现在还有个自由欧洲电台 以前自由亚洲电台是影响非常大的 在欧洲电台 说2017年是一个决定俄罗斯互联网走向什么方向的观景时期 正是这时候俄罗斯在研究如何建立他现在拥有的更复杂的系统 看起来俄罗斯从中国那里学到一些经验 他看中国控制挺好 普京也想撒谎 多年俄罗斯政府一直在建立技术和法律基础的设施 扼杀网上的言论自由 其中许多措施在实现中可可万般 包括18年笨拙的试图禁止电报群 就是Telegram的消息应用程序 还有其他工具等等 躲过俄罗斯的审查的人员 统治的独裁者都是这样 就怕老已经知道这个真相 说单在19年这些努力达到顶点了 当时一向有争议的主权互联网法律生效了 允许莫斯科通过将网络流量路由到国家控制的技术设施 并创建一个国家域名系统来加强对该国互联网的控制 琢磨了一套新的办法搞这个设施 这篇文章最后讲 虽然俄罗斯的许多措施与中国国内的措施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但他们继续在技术上更加先进 限制性更强 自2022月入群乌克兰以来 这一进程加快了 就中美现在报政团 中俄报政团现在还没达到 就是互相给武 还没讲给他武器 是给什么给他经验 互联网控制的经验 就怎么镇压那些批评普京的人士 就是普京向他学习 习近平也向俄罗斯学习 怎么镇压这个老百姓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统治者都一样 就是专制极权统治都是这样 但是你撒谎能维持多久 本人认为这个很难奏效 那么今天也看到了 这个其他的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大纪元网站 刚刚发表的 就是七国集团联手对抗中共 看到是怎么回事 这是由日本主办的一个会议 就是七国集团会 G7 5月份在广岛举行 现在还没到呢 马上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出于对供应链可靠性的担忧 将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强大的经济体联合起来对方中共 因为日本是个小国 太阳对抗 只有这个办法了 岸田文雄的异常有两个突出的事件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稀土 电脑芯片对于所有的计算机 通信公共设施 汽车 家用电器 几乎所有的产品可服都必不可少 兼结和肢结 还有稀土呢 是电动汽车智能手机和其他此日产品日益依赖的电池和磁铁的关键 就这两项 他合作 换句话讲 它是芯片和稀土对七国集团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资源 至关重要 大纪元这篇文章说 在芯片问题上 中国不是直接的威胁 中国对全球芯片供应没有控制权 甚至没有多大影响力 尽管北京方面 显然有主导芯片制造业的野心 说当下呀 台湾主导的世界芯片制造业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了 这老问题了 控制全球约百分之六十的芯片 百分之九十的先进芯片供应 共产党中国之所以被纳入考量 是因为它在芯片领域的野心 当然 也因为它对台湾构成威胁 说美国想改变芯片业的格局 美国呢 最近通过了一项立法 对国内芯片制造业进行补贴 华府采取行动 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 以挫败中共的芯片野心 然后呢 日本呢 显然希望 这一努力也能在七国集团经济体当中推广 就日本加入了华盛顿 关于禁止向中国出售芯片的设备行动 那么在七大工业国也支持他 荷兰加入了美日禁令 岸田文雄指出 德国近年来 与中共走得更近了 他希望七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阻止技术通过欧洲流向中国 也由德国现在与中共走得近 那可能他的芯片 他通过德国 流到德国 德国再给他 是吧 说中国和稀土元素的联系更为直接 稀土元素是17种 稀有金属的总成 他讲全球大部分稀土产自中国 就中国现在有把柄 也有力气掌握稀土 说中国是世界上稀土供应国 困扰岸田文雄和七国集团 不仅仅是中国在全球稀土出口周占垄断地 还有北京过去咄咄逼人的大打稀土派的手段 他可能利用稀土这个事来控制其他国家 他说201年中国两国 围绕了东海一系列乌人居住的岛屿在其争端 日本称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是钓鱼岛的事啊 中国停止将日本呢就是出口的稀土 这里还张图啊 讲到这个钓鱼岛啊 说北京不久前对澳大利亚实施的贸易制裁 仅仅是因为什么澳大利亚质疑新冠病毒的起源 稀土不在这些限制措施之地 但北京的行为表明 中国喜欢利用贸易相对挑战较小的挑衅做回应 就是对澳大利亚它不是新土 它是控制着什么这个煤 这些东西是红酒什么东西 龙虾什么等等啊 现在改变了 说过去五年里也北京多次提出 停止向美国出售稀土 来向华盛顿施压呀 也就世界现在形成两极了 动不动就拿这个东西来说事 我来争你 你来争我啊 与其向这些威胁妥协 日本更倾向于呢 七国集团共同努力在非洲 南美洲发现这些元素来替代 也就是说以后稀土啊 我也不用你的了 自己搞了 你看他到非洲啊 和这个南美洲去搞 也就是提供资金 搞技术设施 知识开采 虽然岸田文雄正在几 准备议程 工作人员也在起草文件 但这并不是七国集团 第一次处理这个问题啊 在去年该集团德国举行分会 经济安全一次就占了 就一次就占了主要地位了 就世界已经变形成两极了 以前已经开始变化了 百年大变局 形成两个团队了 如今世界将不得不等到五月 看看七国集团 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 代表们一旦遇到细节问题 往往就会争吵不休啊 以前的努力就富足东流了 他这边文章最后讲说 即使七国集团 未能就日本的议题 达成协议 世界贸易国 已经意识到 北京的掠夺性贸易行为 以及自身优势的校长 这一点非常明确 而且还想明确的是 这些国家如果不团结一致 也是在独自采取措施 对中共的回应中共的行为 这就很难 你看现在中共也在突破 你看这是奉德莱 马克龙来了 习近平打他的算盘 他想打开欧洲的缺口 以突破美国的封锁 好,谢谢